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开直播,不小心关掉了手机上的美颜和特效,网友炸锅了 迪丽热巴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吧,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演员 而且在娱乐圈中有着非常高的人气,比较受小伙伴们的瞩目 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都非常的喜欢迪丽热巴,而且热巴有很多知名的作品 特别深受大众的支持和青睐,在娱乐圈中公认的好演技,有着广泛的好评的 不仅演技好,颜值也是非常的高,西北女孩那股天然的美在热巴的身上得以体现 她就是胖迪,因为在电视剧中热巴非常的爱吃,因此由于得来的绰号 大家应该都了解热巴是杨幂工作室旗下知名的女艺人,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天真呆萌的热巴,经常为了给粉丝聊天开直播,真是一位深受粉丝喜欢的女艺人 迪丽热巴开始直播,但是开始热巴非常调皮的用了美颜加特效 瞬间直播间里面的粉丝都炸锅了,没想到小姐姐这么可爱 突然由于热巴跟粉丝们聊得尽兴了,手滑不小心关掉了手机上的美颜和特效 在那一刻,网友炸锅了 直呼,纯素颜的热巴比美颜的还漂亮 人总是期望平坦和安危的,谁也不想要折磨式的历练 可是她却没有所以而不来,作为被动的承受者,又不想就此妥协 那么,就拿出你的智慧,化腐朽为神奇吧 人生将所以而走向美丽,虽然此属于被迫的性质,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歪打正着,异弥足珍贵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